哇 昆士兰政府这是要作词吗 这不是明着抢钱吗 那最近这两天估计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新闻啊 就是昆士兰的财务部长Cameron Dick 宣布了明年他们州的预算里面 会让其他的州去昆州投资地产这些人要交地产税 那如果这个预算法明年真的通过了 那么昆州的房产还有得完吗 我是罗帅 带你用买家视角看澳洲房产 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昆士兰财务部长 这个有点作词的举动啊 看看是否会对现在火爆的昆州房产造成打击 那根据澳洲Financial Review的报道 这个昆州的财务部长明年要向投资房房东 每年多征收2000万澳币的土地税 那据Dick说啊 这样做是为了赌上所谓的土地税漏洞 因为其他州的投资人来昆州投资 也会享受到60万澳币的土地税免征门槛的 而这样做 他说对昆州当地的首次买家不公平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比如啊 有一个投资人 有好几个投资地产 土地的价值呢 加起来正好等于100万 如果这其中假设40万是在新州 60万在昆州 那么按照现在的土地税政策 那这个投资人在新州是不需要缴纳任何土地税的 而在昆州呢 也几乎不用缴纳什么土地税 但是如果这个人这100万的土地价值都买在昆州的话 那么他需要缴纳大概4500澳币的土地税来给昆州的政府 于是现在的这个DIC财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如果这个投资人他在全澳的累积的投资土地价值已经超过了昆州的这个门槛的话 那么他就要把这个投资人在其他州的土地价值也要累积计算进来 如果按照他的新法案来计算的话 那么同样你有60万的土地在昆州 40万的土地在新州的话 那么这个投资人就要向昆州政府支付每年大约2700澳币的土地税 那么记住了 这个土地税呢 是每年都会有的一个成本 不是一次性的 我们知道昆州是工党执政 那这个党派呢 是经常有拿油产者开刀的先例的 而这一次他的这个刀呢 是动的也比较艺术 因为他针对的是昆州以外的投资人 也就是说包括澳洲其他所有州的投资人 以及海外的投资人 但是昆州当地的人并不受影响 那么从当地人投票的角度来看呢 当地投资人或者资助买家 对这个法案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不爽的地方 那当然啊 昆州地产协会的主席 Atonia 对这个事情呢 就非常的愤怒 他直接说到 你这个政府怎么可以对不在你境内的土地来征收土地税呢 而且所谓的漏洞简直就是胡扯 而且这就是在双重收税 那确实昆州政府这么做呢 其实是有点过分的 毕竟土地税呢 是每个州自己的税种 所得到的钱呢 联邦政府也一分不拿 都进了你州政府自己的腰包 所以如果你州政府一定要把投资人全傲的土地价值都算进来的话 那这个其实真的有点说不过去的 那当然了 政客们才不管这个呢 只要他们有保护首次之夜的这个幌子 那么就够他们想尽办法多收税了 那毕竟现在的昆州呢 也是在疫情之下不停的大洒币 那么财务的这个负债呢 预计是在2022年6月30号的时候达到了175澳币之多 那回到这个事情本身 那这个事情有可能真的成型吗 如果说成型的话 对昆州的地产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昆州还值得投资吗 那从可能性上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真的进入明年财政预算案 因为这个对昆州当地的地产行业肯定是一个打击 毕竟可能会损失一部分州计投资人的兴趣 所以当地的地产相关协会应该会挺反对这个事情的 这也是为什么昆州地产协会的主席Antonia 对这个事情特别的恼火 毕竟相当于动他所有会员的蛋糕 但是从行政的层面来看的话 如果昆州政府一定要把这个法案 放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那估计也没有人能够阻挡 但是从执行层面来看 这个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你怎么去认定投资人在其他州的土地价值 这个本身就不是你一个州政府可以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如果要政府自己去查投资人在其他州的土地税 那么这个从社会资源和人力成本上来讲 将会增加不少的负担 从经济学上来看的话 这个就不一定可行了 那么假设这个事情就是真的被通过了 而且还能够被很好的很经济的去执行 那么是否就真的会影响到昆州的地产呢 那我觉得也不会 因为目前来看 昆州的这一波涨幅 其实和其他地方当时的涨幅没有太大的区别 主要还是自动买家驱动起来的涨幅 因为现在昆州每年有很多的州际人口流入 去昆州生活和工作 所以即使一部分的州际投资人流失了 对昆州目前的房产市场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 投资人却是澳洲整个房屋生态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为澳洲有三成以上的人都是在租房住的 那么这些人的房子就需要有一个投资人来买单 并且持有 那政府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他就觉得呢 如果投资人变少了 那么自然自助买家就能够增加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 当这波房价的涨幅本身就是主要由自助买家撑起来的时候 所以少量的投资人离场 并不会改变现在火爆房市的趋势 但是没有首付入场的人 依旧还是没有首付入场 那另外呢 如果真的有额外的土地税 那么投资人一旦真的减少 必将影响租房的这个供应量 而且额外的土地税的成本呢 也最终会要转嫁给这些租客 所以呢 当租客的这个人并不会明显的减少 但是房源却在减少的时候呢 那么他们的竞争压力就会增加 因此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租金 从而呢 减缓他们自己存首付买房的时间 而且就算我们不看这些影响 我们就只看这个财政预算案 是否会影响其他州的投资人 去昆州投资的信心这一点上 我觉得其实影响也微乎其微 因为如果昆州市场确实很好 那么投资人的钱 是不会因为这一点点政策就止步的 而且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应对办法的 比如说投资人在选择 用什么名义来购买的时候 可能会更加的留心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投资人的税务会计 发挥它作用的时候了 那比如说通过公司 或者信托的结构来持有房产 或者通过其他人 比如说配偶或者父母的名义来持有 都可以比较容易的避开 土地税的累积叠加的计算 而且我猜测啊 有可能昆州也会沿用 Grandfather Close 也就是祖父条款 给已经在昆州购买了投资房的 跨州投资人一些余地 也就是说 只有法案生效以后 才购买昆州投资房的人 才需要缴纳这个额外的土地税 因为在澳洲啊 新的法案通过呢 都会照顾在法案之前的事情 不受影响 这个可以你把它叫做既往不咎 也或者叫做不翻旧账 因为你作为政府 一旦喜欢翻旧账 那么对于人们来讲的话呢 他就觉得你政府没有诚信可言 那你做的任何事情 他都会觉得你说话不靠谱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即使昆州新的预算案里面 真的需要跨州投资人 来按照新的叠加算法 来缴纳土地税 那么昆州政府呢 也应该不会太去得罪 之前已经购买了昆州房子的 跨州投资人 那当然了 那这个就看昆州这些政客们 有多流氓了 所以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目前来看啊 这个财政预算案是否真的会来 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 我所能知道的是 现在昆州整体市场 非常的火爆 即使现在圣诞节期间了 大家也没有一次闲下来 依旧在买买买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昆州买自主房 那么希望你尽快的买到自己想要的房产 如果你是投资的话呢 那昆州的市场 现在是你一定不能忽略的一个市场 那当然了 这也不代表昆州的房产没有坑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更加安全的投资房产 避开买房的坑 并且在买房的过程 能够获得不公平的买房优势 你可以通过我的买家代理服务 来帮助你完成房屋的购买 那视频的最后呢 我还是免费送给你一个付费级别的报告 告诉你2022年增值潜力巨大的五个地区在哪里 以及为什么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点赞转发和收藏 你认为昆州的这个财政预算案 一旦通过会对昆州的房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 关于澳洲房产买家视角的信息 以及关于财富话题的内容了 我是罗帅 带你用商业思维 重新理解澳洲地产、职场和创业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